不光是菲律宾 日本现在也有这个提风系统 还不止如此 现在又加了一个国家 他又加了一个新的飞弹 AARGM-ER这样的一个飞弹 这个飞弹叫做先进反辐射的飞弹增程型系统 这样的一个飞弹 稍后我们来跟大家讲说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主要是一个对空压制防守的作用 那这样子那么多飞弹都绕着中国大陆这边在摆放 是不是美国很害怕呢 因为看到中国大陆不断的在亮相新的导弹 或是我们看到上周的这个洲际飞弹 是不是都对于美国造成了一些威慑力呢 东风2号的这个弹道导弹 在这个西宫大的长安校区的户外 这个展示出来 那它这个手型弹道飞弹长21.3米 直径1.65米 那看到其实中国大陆的火箭军 最近动作也是不断 国防部就有提到说现在保持提高这个高度警觉 因为陆续有争获中国大陆火箭军跟陆军远程的火箭部队在内蒙啊 甘肃 青海 新疆这些地方进行了多颇多颇的这种试射 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现在感觉好像的确不太平静 这个不断的有一些试射的动作 还有这个解放军的ZTZ99主力战车护体升级 搭载了最新主动的防御系统 那这样的一个战车升级版 他们说其实呢 还可以包含两具再填装的双连装的这个拦截弹发射器 还有四具火控雷达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个AARGM-ER这样子的一个飞弹呢 其实是美国打算要卖给这个澳洲 那他说是防空压制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AARGM我们查了一下 他的其实射程大概是190到220左右 所以他其实大概也是主要是在这个菲律宾这个周遭啦 他也没有办法直接对准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那可能就是这边也有部署 这边这两个日本跟菲律宾是对着中国大陆 所以美国现在好像在这个低岛链整体来说的话 处处要放一些这个飞弹 让他自己比较安心一点吧 替他这个保卫他这个美国本土 那还有我们看看 这个斯图尔特号巡防舰 今年也是第五度要来部署印太 这是澳洲海军的巡防舰 他们现在也好像接到这个任务啦 所以要参与这个印太的一些联合演习喔 那说要访问一些伙伴国家 欧洲的智库就提到了说 现在这个解放军如果就来来到台湾的话 欧盟制裁会用快狠准的方式来做一些回应 那为什么澳洲也跟着好像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好像第一岛链跟着一直起舞呢 王英贤讲啊 他讲说啊我们现在啊就是就南海跟台海的和平稳定 会来敦促中方喔 那其实中国大陆跟澳洲也才进行过一个军事的对话 所以现在澳洲可能要呈现一种尽量两边不得罪 就是啊我还是配合你军演 但是我跟中方还是保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巴基斯坦喔 就中巴联合研制的骁龙战斗机喔 现在这也是等于说 这个巴基斯坦史上最大的一个军售订单 那亚赛拜疆的这个总统还亲自这个登机点赞喔 所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的一些这个等于说战机啊 陆陆续续的开拓市场 往这个东南亚或者是往这个中东地方 都持续在扩展当中 那中俄的这个海警编队 在北太平洋的公海开始检查一些作业船只喔 所以中国大陆的武力动作 也是不断在跟这个美方在做一些回应 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海警局 他讲说他们的任务呢 是依法对作业船只来进行检查 因为中俄联合巡航地点 其实靠近北极的航道啊 北极航道还有附近的商船 渔船比较少 所以这航道周边的各国的军舰潜艇 比较多存在这个安全上面的一些风险喔 安全的这个字好像不对 安全风险 然后还有这个 所以他们摘除泡衣 其实更方便启动 大陆的海洋科学研究院的副所长呢 他就讲到说 这也代表说中俄的海警啊 现在已经有共同维护海上 这样子公共秩序的一个力量跟决心了 所以不但是这个军事上面 中俄走在一起喔 连海警编队 其实他们现在都有一起行动的 这样的一个规划 再来我们看一下南海的升级 现在这个美国呢 他们一直在讲说 啊动不动很多国家一直在这边经过 就讲说这是航行自由啊 可是董军就不接受这种讲法 他是说有一些大国不断在加强 南海的军事部署啊 特别是加强海上力量的存在 这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南海感知战略呢 泰式感知计划 他们讲到说 美国持续在中国大陆 我们家门口 你们一直在做一些军事活动啊 包含了前线存在啊 战略巡逻啊 演习啊 战场 嘿 你能够接受别人换个角度 来你家这样做这些事情吗 所以喔 有些国家是没有签署 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 也没有得到任何国际组织的授权 啊你就去歪曲 滥用这个公约 你闯到了别人家 但是还要要求巫主是不能采取行动 那岂不是很荒唐吗 就是你美国你自己会接受这种事情吗 那菲律宾的外长 反正现在就是跟着美国一起讲 就说啊 不接受南海描述为大国角逐舞台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喔 那再来南海的情势 现在其实周边国家好像 更多的是在观望 特别是像新加坡 他就觉得 这个倡议全球第三国家采取积极行动 促使大国之间在可控的范围来展开合作 那这可能这番话也是说给菲律宾听的 就不要一直跟着美国 当美国的这个马前卒了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美国整个他的全球战略改变 是很大的 那在东亚地区 他推了一个所谓的印太地区 这个其实是把印度也要拉到这个 其实东亚地区来 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大陆 那我觉得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已经很清楚了 美国现在战略上就是要把东海 台海南海都变成新的火药库 也就是不断把这些新的军火跟武器 往这个地方 往这个地方怎么样 部署 然后呢把这边的尤其美方所主导的军事行动 不断地往上提升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种 疯狂的地步 那个天气好的时候 那种海军上的操演 几乎是一个礼拜两三次 然后都喜欢搞各国联合 要不然就是什么美印澳日什么 又是什么令日什么 几乎你看我们在这个节目上 每个礼拜都有 没有一天 没有一个礼拜是安宁的 这过去都没有了 过去说实话相对的话 说实话我们这个东亚是比较平静的 因为我们这边的基本儒家文化圈 是不太喜欢搞这些 这些军事 这是很野蛮的 这是很原始的一个做法 美国的文明 它基本上就是喜欢到处去怎么样 去把人家推到战争的边缘 而且它都像打这种什么 代理人战争 那说穿了什么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我们台湾还有很多人说 我们台湾很了不起 我们在人家第一岛链 我们在那位置多重要多重要 其实你就是负责替美国看门而已 然后必要的时候 你要上去咬人的 那为了什么 为了美国 什么重要 真的是很不幸的 在美国所谓第一岛链上 被美国依视在 左右我们的命运 那美国现在这个 事实上你可以看出来 我刚刚讲就是东海的话 那就是把日本 过去日本的这个 不能够发展中程导弹的 日本的导弹 事实上能够打300公里 400公里 这种所谓的暗机的 防卫型的 对空对海 就差不多了 可是美国就是 拜登上台以后 一下把它开放到 1300到1800公里 战武飞弹 可是美国看日本 还是看得蛮严的 本来日本说 我们来一起研发 美国说不行 你只能买我的 就是用我的战俘飞弹 然后这个提风是发射系统 所以当然它到处设置 然后要把这些 日本人也很坏 日本人也是都为了自己 希望把这些都放在哪里了 都放在它所谓西南珠岛 都在哪里 都放到琉球群岛 然后让琉球成为被打击目标 而日本的本岛 尽量怎么样 能够避过第一第一栽 你看这个 韩国尹熙悦 那么一定要把美国希望把这个核武器都要布置到这个朝鲜半岛 这个美国也不断的在诱使它 所以给予引玺很多机 这种的台海 南海 所以事实上美国的战略就是非常清楚了 就是把台海东海南海都搞成火药库 然后把它军事情势情况不断的往上升 那中国大陆的目标跟俄罗斯呢 其实要对美国采取这种攻势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它很多的重点像放在白令海 避开你这个岛链 直接对美国的本土进行威胁 所以这是大战略 现在可以说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 现在已离目前的情况 以色列疯狂空袭 单日已经造成了1054 359伤 它在过去24小时之内 让黎巴嫩遭受了216次的空袭 这密度之高啊 那所以也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 那现在包含了这个真主党领袖 死后两天又有高层遭到击杀 很多报道都在讲说 是不是真主党的高层几乎都已经就是所剩不多 因为都一波又一波的这个袭击 这个以色列也是持续在轰炸当中 不论是这个真主党高层 或者是平民死伤都非常的严重 那他们也宣布了说28号的时候 已经击杀了真主党中央委员会的高层 高阶成员 那他这是预防安全部队的指挥官卡奥克 那他们这几分钟之内就狂丢了80个炸弹 来殲灭真主党 这个以色列的战机挂弹升空的画面也曝光了 那以色列的官员就透露说 以色列他在几分钟之内投下这80枚的这个炸弹 他们公开了这样的画面 以色列的战机至少呢 就期待了15枚2000磅俗称为碉堡克星的炸弹 那也在这个画面当中显示出来 那美国媒体也说现在种种迹象显示 可能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已经是开始了 那这是美国的两名官员所透露了 说现在以色列进入到黎巴嫩摧毁了真主党据点的小规模 这种军事行动也包含了边境行动 已经是开始或者是即将开始 那目的就是为了要消灭真主党在以色列边境这边的据点 以色列坦克呢也已经在这个边境集结 准备要展开地面战了 那到底这个美国对于以色列劝不劝的动呢 人家讲说好像管不太动哦 黎巴嫩伊朗现在在哀悼这个纳斯鲁拉 他这样子的一个死讯哦 那甚至还抨击说美国是不是还是要持续偏袒以色列呢 以色列空袭真主党的领袖哦 也没有通知美国 所以拜登现在看起来很生气 对于纳坦雅胡 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 拜登呼吁要赶紧提火 也表示说支持以色列是自我防卫 可是他的自我防卫是不是已经有点超过了 感觉上面好像快要一发不可收拾了 因为他这样一波又一波的轰炸 真的已经是让这个黎巴嫩也好 或是中东的一些支持他的 比方像伊朗什么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那所以也导致美国已经卷禁了这一场战争当中 那我们看还有很多的半岛电视台啊什么的都报道 就讲说你美国就是你这种不作为 或者是说你一直在提供这种相关的武器啊 那其实你这就是在鼓励以色列来袭击黎巴嫩哦 你这样子一直提供坚定的外交军事支持 根本你就是一个幕后的黑手 把这个黎巴嫩推向深渊啊 那还有华尤也忍不住要骂了 讲说以色列现在是不是存在一种幻想 就是觉得自己展现强大军力哦 要获得彻底胜利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起来情况跟这个1982年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时候是一样的 以色列是很强大的这个军力哦 掩盖他们战事务上战略上面的一个弱点 所以他们觉得说要获得战 全面的彻底的设立这是一种幻想 以色列却是一错再错 但是拜登政府却一直试图在寻找退路 但是呢显然显现出来 美国是无力阻止的 苍白无力啊 那再来以色列的四面开战 我们看以色列在这个位置 他现在四面开战 又对黎巴嫩又对加萨 又对这个叶门 也对这个伊拉克 那我们看看他这边的一些相关报道 他对于黎巴嫩的一些军事封锁 也禁止伊朗或者是这个叙利亚的武器增援 所以他也有对于这个叙利亚的边境这边 有一些轰炸的动作 然后阻止这个外面的装备进入到黎巴嫩 那还有对于叶门的这个青年运动的 这边也有一些袭击啊 9月29号的时候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空中袭击 那我们看看这个美国媒体就讲说 以色列要求美国阻止伊朗 对于以色列发动报复袭击 你可以去报复别人 然后但是说 你美国要去替我阻挡住伊朗哦 那五角大厦发言人就是 也讲说啊 转述啊 奥斯汀表示 美国仍然会继续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部队 然后也来继续保卫以色列 所以才让这个问题僵在那边 因为中东觉得你 你美国说到底 讲那么多漂亮话 你最终还是站在以色列那边 所以现在美国自己 双航母又在开去到了中东这边 一方面就是要侦派部队啊 维稳哦 那所以他们说 未来几天也会增加空中的这个支援军力 现在目前林肯浩也是在这个地方 那乙军对于真主党还有胡塞武装同时发动袭击 拜登讲说真的要避免中东爆发全面的战争 讲有用吗 真的能够停得住吗 以色列打这个叙利亚 真主党的模式有点像 就是说11个月前开始打这个 这个哈马斯的模式一样 他先是军这个空军啊 用这个空中的攻击啊 然后大概炸的差不多的时候 让他就地面部队再进去 那现在他这个轰炸的情况已经相当相当的激烈了 而且他也是一样 就是无差别攻击 而且都是精准炸弹 一个炸弹炸下去的话 整个建筑都没有 可能里面有两三个或三五个 真主党吧 其他就平民老百姓啊 他不管 因为他过去在打这个加勒索狼 这个哈马斯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打 国际社会能奈他何 他不照用这个方法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这个都是 都是等于说 为了他的地面部队进去扫荡 他目前先做的一些怎么样 前置作业啊 那看美国 美国也挡不住啊 美国也挡不住啊 因为现在拜登说实话 已经可以说某种程度的话 他也大权旁落了 他采取大动作的这种可能性 也不多了 那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啊 以色列是不是能够反过头来 影响美国犹太人的选票 这个啊 拜登他也要做一个很好的评估 所以可能就是说 整个时机就这个 呃内坦雅胡以色列的角度来看 真的是时机非常好 那要借这个机会 把这个争主党啊 不跟你打个半残啊 也要打个四分之一残 因为国际社会没有 不会有动静 然后照样的打法 而且收效 那你看他其实就是说 呃 纳斯拉勒其实 老早就被就被盯上 最后是内坦雅胡 批准说打 所以就把他消灭掉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在军事在情报各方面的准备 以色列都是陈足在凶了 只是要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客观环境 那么好 然后好的机会他能够出手 因为真正来讲的话 真正以色列国防的心腹大患 最直接的就是郑州岛 那个有四五万部队 而且就在他北部 而且那个其他的这些 不管是你是这些导弹 或者巡运飞弹 或者火箭弹 或者这些火炮 那都是远高于以色列其他的敌人 对 那现在埃及跟以色列和解了 对不对 然后沙兰地阿拉伯 也从来没有把以色列为敌 然后也门一千多公里以外 然后伊朗很强 也是一千多公里以外 所以真正以色列真正他的心目中的一个国防的一个如刺一样 插在他的这个脸上就是珍珠党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也蛮厉害的 等到这个时机那就是基本上 我看这个地面部队进去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好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同样这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A股 已经持续很多天了 这个狂涨了 那今天的这个微博热搜 也是这样子不断的更新 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 抓了一个最新的版本 目前的第一名热搜是条A股蜂牛 就已经是到了牛市的这个情形 而且还有A股大涨很多的股民 因为不是马上11了吗 他就干脆原本的机票直接升等 因为赚到钱了 那还有00后90后的投资者 现在大举入市 那成交额还破了两兆元人民币 非常的多 那甚至还有这一段画面 这一段画面我们是不是有画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 A股大涨其实在上海的马路 股市沙龙人气非常的旺 你看到哇 在这边这个他们这条路上面 那位于上海广东路跟西藏中路的交叉口 很多股民聚集在这边 大家在讨论股市 名牌 拿一支股比较会涨 大家在那边甚至还拿起本子 讨论起来 这真的是很 这个想不到 现在很线上作业的 中国大陆竟然出现这样一个线下的群聚 因为A股的飙涨 所以很奥妙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百度的热搜 他们讲说这个互指占上了3200点 创下了一年的新高 那我刚刚还看到一个最新消息 是它五天涨了20% 就是重新占回了3300点 所以还不止3200 那35分钟A股刷新了 历史上最快破照的记录 那像目前A股暴涨 看到了几个 包含了上证指数 其实也涨了136点 成交额到了5500多亿元 这个升成值最新报价 10154点 也是涨了640点 那这个互升300指数 同样也是飙涨了 所以整体来说 整个大陆的股市 突然牛市就到了 A股太火 甚至还有人赶快去解存款 哎呦赶快 这个大笔的存单转让潮 已经掀起来 大家赶快解单 要去进入到股市里面 有人在讲说 这个陆股狂飙 已经进入到了五则天守寡阶段 什么叫做五则天守寡 就是已经失去理智了 大家已经赶快都是 人人通通都要进场 去买了 因为突然这样子的一个 好像三管齐下的这种利多消息 就中国大陆释放这样一兆元 这种三管齐下 带动了这一波的股市飙涨 入股回神还有券商讲说 现在呢 就我们刚刚讲的 00后90后 新户排队开户开不完 但是老客户有点观望 想说这实在涨得太凶了 有点好像超乎他们的一个知识 能够理解的范围 反而比较观望一点 那甚至连美股都在很怕错过这个中概股热潮 他们现在开始在疯狂买进什么阿里巴巴呀 什么有在这个美股这边上市的 什么拼多多阿里巴巴 最近也是大幅上涨 中概股表现都非常强劲 那还有昨天还有房市的大利多 在晚上的10点钟开始呢 四大一线城市当中包含上海 广州深圳 就除了北京之外都发布了楼市新政来回应市场 因为前几天习近平才是讲说这个房市要稳嘛 所以这个北上广深只缺席了北京哦 那他们发布了楼市新政 就是说有一些住房的政策可以比较宽松一点了 比方说像上海它就是外环地方 哪怕你在上海没有成家立业 你可以开始买上海的房子 以前是不行的 那所以他放宽了这样限购政策 哇这也是一个大利多 很多人说哇11要去看房子了 那你看还有专家讲说黄金周应该买房量会大增哦 很多人是临时改了行程就说 啊那赶快趁这一波去看房 不然搞不好就要涨上去了 那还有呢这个路股也因此哦 就是户指我们刚刚提到上了三千两百点 还有机票升等的消息 因为黄金周假期嘛 很多人才秀出来截图说 升仓成功啊 因为这个原本是要穷游的 现在想不到手头这么的阔挫起来了 那还有人请了两天休十天 十一长假其实是从明天开始 但是呃就是今天如果你请了假 然后再加上个星期也请了假的话 这个悬量暴增了27倍哦 所以现在看起来热情很多 旅游也很畅旺 整个在十一要大爆发出来了 当然它这个是用这个财税手段来这个好刺激景气哦 那当然它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啊 你这个你这个经济第一个你的你的这个经济本身的主体啊要很好 还有就是说中国大陆其实一个比较不合理现象 就是储蓄率那么高 可是买气这么哇这么差 就变成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变成信心为什么会跟他的储蓄率啊 会成反 也不是成反比没有成一个正比 嗯 所以你储蓄高 对不对 呃大家不消费到底什么原因 这个其实是比较深究的 我认为应该还是要去看他一些好结构性的问题啊 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现在美国为首基本上是在遏制中国的经济成长 这个也不卖你那个也不给你卖 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啊很好的一个突破点 或者有重大突破这个会很很重要 嗯 那第二个话就变成就是说大陆事实上现在也有比较大的一些 呃就业困难的问题 因为你很多服务业比如说呃你餐厅导话 他原来聘雇员工就得重新找事情啊 嗯 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就业率怎么样好能够维持平稳 然后有增长也是很重要 那还有就是说其实像西方国家说实话很多这种啊老牌的这些发达国家 他们事实上的话他老百姓事实上并没有很高的储蓄率 可是呢他们生活品质也不会被牺牲掉 还是照样消费 这回过头来是什么呢回过头来就是说他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比较好 哦 比如说他的这个这个怎么讲呢 第一个你的这个好意料表建是不是全民啊健保 嗯像日本就是啊像欧美国家很多都是欧洲国家是美国就不是 欧洲国家很多就 还有你教育是不是那个功利的教育还是你的教育的主力 小孩子不必花太多的钱就花那个教育 这些都是还是长期的那现在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短期的 当然效果很好啦是不是能持续啊还得有待观察 嗯伊朗狂轰以色列可是现在双方是各说各话的 那这个刺耳的空袭警报大作哦 这个伊朗就发射了200枚的飞弹到以色列这边 让以色列全境警戒啊 那我们看画面哦这个民众从家中哦 直接募集飞弹就打在不远之处哦 爆炸瞬间简直就像大地震一般 那美国对媒体就提到了说 10月1号伊朗发射的导弹可能是在以色列中部 特拉维夫的郊区还有摩萨德总部的周边 不到一公里的区域发生爆炸 那以色列是靠着三层防空哦来度过这一晚 就有人算了一下啊 这总共一个晚上花掉了429亿元来做拦截哦 那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整夜的新 就是这个像是星空一般 其实它都是飞弹拦截的火光哦 那一枚飞弹射向以色列发射 就马上被这个飞舰防空系统给成功拦截 拦截之后的这个弹片落下之后 又响起了警报声跟爆炸声 那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哦 伊朗说他们有打中一些空军基地 那这个是伊朗对外的讲法说 他们有九成命中目标 但以色列的军方人士说 没有你们的这些飞弹都是无效的 没有对以色列的空军下一步造成任何的影响 那伊朗又反驳了啊 就讲说我们明明就命中了三个军事基地哦 还有空军雷达基地 其实我们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美国又出来帮忙讲话说 没有你们的飞弹我们几乎都拦截了 以色列的损失有限 那但是这一回伊朗要从他自己本土打到以色列 其实距离蛮远的哦 因为他们的直线距离就超过了1300公里 所以他们现在推测 伊朗可能使用的是他们地对地的弹道飞弹 流星三行 因为这个流星三行的射程哦 有2000公里之远 所以只有他能够做得到 从伊朗本土往以色列发射 越过好几个国家这样子跨国的一个攻击哦 那再来以伊的扩大 现在恐怕会变成一场核战嘛 因为以色列已经喊话 要给予这个严厉的重大的暴富 可能会对于伊朗的核设施来进行这一波的暴富 美国非常紧张 拜登就喊了就说 不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暴富性的打击 这一旦打击了就变核战了 你去打击这个核目标的话 那不就造成核扩散吗 就是整个就变核爆了嘛 所以这个G7的领袖也都同意啊 就说以色列你可以适度的回应 但是绝对不要去攻击这伊朗的核设施哦 那奥斯丁也赶紧拉高准备 就说华盛顿已经准备好捍卫 这个就是捍卫这个他们以色列也好 或是美国现在目前本身在那边驻军也好 他们要做好一些相关的准备了 那伊朗的军事首长啊 就觉得很不爽美国 就说你一直西方国家告诉我们要保持克制 结果你们叫我们克制的情况下 就是以色列都没在克制 以色列在爽打 那从7月份以色列袭击之后 美欧一连串承诺啊 叫这个伊朗保持克制 的确我们看到这些日子以来伊朗都是一种好像比较克制的情况 甚至还被西方唱出来说 哎呀伊朗是不敢做动作啦 伊朗最多也只是叫小弟去 好像去跟以色列在旁边挠挠痒啊 骚骚痒那种感觉 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在保持克制 但是现在你以色列 急杀了真主党秘书长 伊朗的回应会是更严厉的 所以伊朗是先放了一番狠话 不过呢我们看一下 那个伊朗的外交部长也直接对美国讲 就说这个是我们跟以色列之间的事情 就说你不得干预这个这件事 就是这个重大报复以色列未来几天将会来做 但是呢伊朗也是讲 就是美国你这次就不用插手 就是让他们两个一一之间自行解决 但是如果真的是他们两国自己解决的话 这事情恐怕真的是更加的升文 更加的没完没了 那以色列的外交部长甚至 还直接嗆瞎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 说你是不受欢迎的人 我直接把他列为不配踏上以色列土地的人 让大家就引发全球的哗然 就想说以色列现在那么嗆啊 就是嗆天嗆地 连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 都已经讲说你是不受欢迎 我们以色列不欢迎你来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中东的大乱 在这个以色列他们公布了一个新的画面 就是他们的98金瑞斯 攻入了黎巴嫩 那他们首度公开这个夜席的画面 叙事待发 过去两周以来 其实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个轰炸 已经造成了千人死亡 大部分都是妇女跟孩子 所以这样子的中东大乱 也已经扰乱了这边的航班 很多的航班都已经出现了发家湾 一飞到这边就赶快绕开来 或者是说绕过去这样子的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面 这个航飞图大概都是从上下飞 都尽量绕过这个目前战争发生的区域 而且还各国都出现了撤侨情况 像是日韩啊 美国英国啊 现在都派了部队去到了这边 而且也在进行撤侨 甚至中国大陆也撤侨了 还有包含我们台湾同胞也是一起撤了 那我们台湾同胞 我们外交部没有管 反倒是中国大陆顺便带着一起走 现在以色列被打了以后 这个他是说要报复 他说以色列绝对不会 不会被人家打 那一定要报复 现在就看他用什么方法报复 他这个地面部队进去 也是一种报复方式嘛 那还有一个报复方式 他就是对伊朗进行这样空中的攻击 那以色列的话 他有这个空军 他也有飞弹 所以呢 他事实上的话 上个礼拜他对野门的这个 野门的这个不再组织 他已经进行了轰炸 而且炸掉了这个港口 跟这个炼油设施 也造成很大的损失 那现在没有看到 以色列对伊朗进行进攻 会不会直接针对伊朗目标打击 我觉得还是会 那如果说 如果打的话 事实上的话 这个战争一定是升高 可是你仔细看伊朗打这个 以色列啊 200枚飞弹 他并没有造成怎么样 平民很大的伤亡 你可以看出来 他是打在 不是人口密集 他是这个穆沙德的总部 而且比较郊区的部分 可见伊朗不像 不想像这个以色列一样 事情做得这么绝 这个不管是平民还是战斗人员 都不分的 他现在对这个伊拉克 对这个黎巴嫩 这个南部地区的攻击 又是无差别攻击 又是用这种精髓炸弹 去炸这个民房 那他可能说 这个民房里面是怎么样 是真主党的一个办公室 或怎么样 可是问题现在死伤一千人 又是妇女跟儿童为主 所以以色列我觉得 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杀红眼了 他只要认为是 那么宁可错杀一百 一千不愿放过一人 那这种就是公然藐视 这个国际上有关的战争法 人道法 那这个古特雷斯 他代表联合国 这个以色列都把联合国当作什么 当作视为无物 还对古特雷斯进行 可见以色列这个国家 现在真的有一点怎么讲呢 变成这个世界上 我们很少看到国家这样子 处理他的跟他的邻邦的关系 那而且是基本上趁胜追击 而且呢屠杀平民 这种情况发生在21世纪 事实上我觉得还是人类社会 国际社会的整个的机制建立 还是有问题 不过别的国家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以色列可以这样做 不是美国 就是美国基本上嘴巴上讲说 这个拜登在记者会里面讲说 他说他们必须要停火 然后呢人家记者就说 可是美国又送了很多武器到以色列 那你到底是要停火 还是不要停火 你总统讲一个不要停火 要停火 可是你的这个 这个国防部长奥斯廷 一定要帮以色列怎么样讨回公道 不要任何国家欺负以色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以色列这个国家 基本上消费美国 美国是怎么讲 我觉得是今天中东问题 真正的很重要的一个 乱源之一就是美国 热到连国际上的热钱都想要赶紧的 就是是不是可以布局到中国大陆的A股来 那当然对于大陆的股民来说 有些人可能他们的这个老账户 已经摆了很久了 好久没用了 密码账号忘记了 现在这几天廉价 有些人不出去玩了 干脆在家里面找那个账户 把这个密码找出来 赶快重启账户 想要赶紧趁着这个廉价之后进场 那这个很多人在讲说 这时候还想要去上班呢 这个时候放假 急得他短短转 赶紧开盘吧 受不了 不转就等于亏 恨不得这几天 全部都不要把价期收了 全部都继续在那边标股了 那不止如此呢 我们看到券商 有些真的十一就不放假了 好像不打烊 家派人手 线上审核开户 因为在这个9月30号 那一天 因为呈现出来 非常大量的人 都要趁这个廉价之前 想要赶快去开户 特别是年轻人 00后90后 才进入了这个股市市场 所以他们有些券商 就干脆家派人手 加班来替大家开户 那新兴市场教父也在讲说 A股重燃了生机 像是科技啊 消费品的多头再起 有人说看到现在A股这种 这种 等于说买器啊 还有加上十一大家把钱消费出来 原来中国大陆前一阵子 可能是信心没那么足 一旦信心来了的时候 大家手上不是没有钱的 只是没有花而已 所以你看看 连日本的股市都在筹钱啊 就说聪明钱 趁现在赶快集中进入到 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里头来 一起来见证这一波的涨幅 当然也顺便赚一下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华为的新任的 这个算是在任啦 这个轮值董事长 孟晚舟又要再轮到他担任 轮值董事长了 所以大家在关注说 Mate 70的折叠手机的发布 有人讲说应该呢 会是在11月份 但有人讲说 不一定哦 说不定是10月份 其实最早一开始传出来的消息 是说9月份啊 本来是要跟这个iPhone 16对决的 但是呢 没想到华为又杀出一个新的杀招 就是三折机来对iPhone 16 所以Mate 70到底是会在10月还是11月 现在大家都在注意哦 可能也会再度带动起 爱国消费情节 再度翻上台面 而且这一回 是纯血红蒙 加上麒麟晶片哦 现在根据供应商的说法 在中秋节前就已经开始量产了 那内部得到的消息是说 会在11月上市 不过乐观的消息也有说 10月底就有可能会看得到哦 那他在10月8号也展开了 这一波新的公测 就是纯血红蒙嘛 手批公测的这个机型 包含了Mate 60系列 还有Mate X5 还有Mate Pad 这个Pro 13.2系列哦 所以他们现在也已经开始 紧锣密鼓的在为一些 他们的纯血红蒙系统的 一些App来做一些暖身 那还有这个最新的消息是 华为已经超车了苹果iPhone 在大陆的手机销量 绝地大反攻啊 美国的券商也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销量的数据反应哦 就说哎 看起来交付量 比起iPhone还来得更高哦 那有可能大陆市场 主要还是华为的核心市场 现在占了全球智慧型手机的 出货量的80%90多 还有这个美国倒是这个 好像反映出这个东升西降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 这个11年价反映出了 他们的消费力的回温 但是呢 美国却是现在很担心 接下来他们的这种 耶旦假期也好啊 或者他们年底 这样的一个消费旺季 可能会大受影响 现在码头这边啊 大罢工的一些工人哦 港口工人这样不断的在增加当中 罢工的趋势正在增加 有人讲说可能会影响到 接下来12月的到货都成问题啊 还有包含欧洲的汽车 可能也会成为很大的受害者 根本就运不进来 那他们现在怎么办呢 欧洲也只好说 我们开始用一种关税的方式 来保护自己 那所以像看到法国 希腊 意大利啊 波兰啊 现在都要跟进说 要支持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征收高达45%的关税哦 那恐怕北京也会有所 这个反击的行动 德国的总理萧姿讲说 应该是要跟中国大陆 进行一些相关的谈判啊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也是被美国这样推上去 好像要跟进这样子的一个税制 可是他一直呈现说 好像反弹就是 唱反调的一个声音哦 那为什么一直要 对中国大陆的汽车做限制呢 因为他真的是横扫全球 包含在自己本身 中国大陆9月份的销量 各家品牌的这个销量的成长 都非常的惊人 因为现在看起来 整个CP值非常的高 所以横扫全球的销量之外 在中国大陆 基本上已经好像没有其他 欧洲品牌 美国品牌汽车 甚至日本品牌汽车 好像已经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大陆 没有竞争力了 对中国大陆这一次我觉得就是政府出手啊 就是就这个啊 就这个经济啊 那么就这个股市 就房市啊 出手非常的精准 嗯 他为什么在9月啊 我觉得应该就是跟美国宣布降息 是两个是配合的 嗯 因为事实上美国降两个两码嘛 大概0.5 那这样子中国大陆降两码 就不会造成怎么样 中国的资金啊 往美国那边跑 所以大家都正好降两码 对 所以资金是稳定的 而立刻呢 就是说 降息降准啊 光降准 我看大陆的数字就变成就是说 大概各银行可以释出的资金就一兆人民币了 嗯 这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 然后另外一方面降息的话 就是说 这个降息就变成目前手上有贷款的人啊 他的这个手上的贷款啊 所付的本金跟他的利息 就会调节 他可以他可以省下来不少 所以就可以就是说 应该是就是说 大概就是有1500万户 哎 受到影响 那他的可支配资金呢 就因为他的付房地产 房贷的这个钱每个月少 所以他也可以释出很多钱 嗯 到到社会上来来消费 好 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 房市的问题 中国大陆这一次 就是说六 是9月24号 大陆人民银行的行长 跟这个中国证监会 跟中国这个 这个股票 这个 这个证券的会的主任 跟这个 相关的这些 两三个三个头 出来做了一个记者会 可是真正影响中国市场 是9月27号 中国大陆的这个 政治局开会 然后公布了一个文件 也就是说 这个国务院尤其就是说 这个中央银行 人民银行 它这个降息降转 是得到了大陆政府最高权力机构的倍数 而且它里面对于房市 它等一下要止跌回稳 那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大陆我想老百姓非常清楚 它这个命令一下出来 各个地方政府就要立刻 要让它的 所管辖区域的 这个房价 要止跌既往 所以你看 这个上海 深圳 北京 立刻怎么样 就降息 然后你买第一套房 买第二套房 那个自备款 它也给你控 它也给你往下调 然后呢就是说 你在北京附近 你没有户籍的人 它也让你去买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 对房市的刺激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这一整个系列看来 那社会上 不但中国大陆的股民 看到了一股希望 连这个日本 美国 这些投资机构 都纷纷进场 所以这个风潮真的是 非常强劲 就是股市再加上上广深的房市 这个加持之下 看起来整个经济力道回温